父親航空五預警停飛 讓旅客措手不及 拿出一個月前的購票證明 原本以為搶票成功的幸運兒 轉眼就變成航空孤兒 跟父親比價的時候 他的價差至少差了3123塊 那我們不曉得說這個價差 我們要去找誰去求償 旅客就怕求償無門 小吉會強調 除了機票應該全額退費 父親航空還要負擔 因為行程滯留 額外的時速 交通 機票架差等損害賠償 整個荒腔走板的事件當中 消費者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了 不能夠再以任何的理由 要求消費者負擔任何的費用 父親航空宣布收攤 事前還在旅展大肆促銷 祭出超低價優惠 恐怕涉及刑法詐欺 目前還有一千多百名員工 生計權益受到損害 勞工集結起來 來向法院來申請假扣押 跟假處分的這樣的一個程序 至少先讓公司的一個資產 現有資產能夠先凍結起來 然後勞工的工資能夠照付 預估整體受影響旅客 共十萬人次 花東離島航線也勢必得重新分配 父親航空善後問題 還有一箩筐 戴新聞 蔡玲 李健寬 台北報導